今天如果各位打开手机地图 你看一下我们南市老城乡的整个的布局的话 你会发现除了有环城一圈圆形的中华路和人民路 围城的环城原路的道路之外 老城乡当中最主要的两条路 一条是东西向的复兴东路 还有一条是南北向的河南南路 两条路就像坐标一样 X轴和Y轴的坐标一样 把整个的南市老城乡一共切成了四个向线 其实在传统意义上面 我们上海老城乡的南北半城的分界线 并不是以复兴东路为界来分的 那么传统意义上上海老城乡的南半城和北半城的分界线在哪里 其实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路口的 大家看看这个路口 一个十字路口 虽然讲是个十字路口 但其实这个路口四条路四个名字 四条路四个名字 往这边是中华路 然后往那边大家看是人民路 然后我们这边是方邦西路 然后过了那头是方邦中路 所以这个路口四条路四个名字 那么有时候也蛮搞的 顺便跟大家教一个看路牌的技巧 各位你看到红色的圆圈 点在区区 这个圈就是表示道路的尽头 这条路到这边到头了 用红色的圈来表示 如果不是尽头的话 它是写东西或者南北这些方向的话 所以你看到这个路口 如果按插四个路牌的话 就是四个圈圈 中华路也是一个圈 然后人民路也是圈 方邦路正好有点遮住了 没看到 其实也是一个圈 所以这个地方是四条路 绘在这边的一个尽头 那么这个四条路 为什么或者说我们的城市 为什么会以这边作为一个 大概的分界呢 今天的方邦路 其实在历史上 它是一条河流 那么顾名思义这个河叫方邦 对吧 就叫方邦 那么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是上海旧县城的一个水道图 河流的水道的图像 也就是说 原来我们的上海的老县城里边 有多少河流 上面凡是蓝颜色的部分 全部都是河 对吧 大家肯定能想得到 那么这么多河里边 或者说这么多的水体当中 现在只有两个水体依然还存在 只有两个还存在 其实中间这些密密麻麻的 大大小小的河全部都没有了 都被填掉了 只有两个水体还存在 那么在里边呢 我们你可以看到特别明显的一个 有一个圈看到吗 有一个圆圈的这个圈 这个圈就是今天的中华路和人民路的这个环城 那么它的前身是上海老城乡城墙外围的护城河 我们这个城墙被拆了以后呢 把这个城墙拆出来的夯土啊 这些土啊 这个直接去填了这个护城河 就变成了今天的中华路和人民路的这个环路 那么在当中呢 你看到还有很多横过来的啊 这样穿城而过的河流 这些东西向的河流 比如说这边有一条 大家大家过来 然后一路从这边出去啊 汇入到了这个黄浦江当中去 然后这边也有一条 对吧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城的外围还有一条 这个几条东西向的河流呢 全部都是我们今天重要的几条道路哈 最上面的这条是今天的方邦路 也就是原来的方邦 那么这边的中间这条比较弯弯的哈 各位你看到这边有三个字哈 如果我稍微放大一点 你看这个赵家邦三个字哈 这个赵家邦不是赵家邦路 就是今天的复兴东路哈 那么再往下呢 你看到还有这条比较平直的 这条是陆家邦路哈 就是现在的陆家邦路哈 所以你看这个路的名字里边啊 凡是一般凡是叫什么什么邦路的 多半这个路的前身是一条河流哈 那么在这些河当中呢 你看到哈 其中这个比较重要的 特别重要的两条哈 就是从西往东的方向 直接从这个城穿过去的两条 一条是方邦 还有一条是这个赵家邦哈 那么方邦这边呢 因为他离上海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城隍庙啊 这些都特别的近哈 所以说呢 方邦方邦的两边呢 历来是上海的这个呃 很热闹上海县城当中特别热闹 这个也是这个商业啊 各方面非常繁盛的一个地方哈 所以呃传统意义上呢 我们以方邦作为北半城和南半城的一个分界线哈 那么这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上海的这个城啊 南北半城的大小是差别很大的哈 各位看到北半城就这么点大对吧 但是南半城比他胖了好大一个身体哈 那么基本上南半城是北半城的两倍之大哈 所以他不是这样平均分配的哈 那么刚才也提到过这个里边水体只剩两个水体还在了哈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黄浦江还在 其他河全都被填了嘛 都没有了消失了哈 往不干了 除了黄浦江之外呢 还有一个大概大家想不到的哈 各位你看到这边啊 有一个突出来的像是一个呃小的口袋一样 这样对吧 挡了这么的 或者像一个什么这个那个箱子 什么东西啊 那个小舌头 对吧或者像一个什么什么胆囊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一个水滴就一个东西这样 从一条叫做侯家帮 然后黑桥帮的一条河这边呢 垂下来一个东西哈 这个水体今天还在哈 大家可能有人有谁愿意猜一下这个水体啊 对这个水体就是城隍庙九居桥的下面的那个池子哈 所以呢你就知道原来这个池子和这些河都是通的哈 原来他是活水的哈 但是现在呢 因为这些周遭的河流全部被填掉了 所以这个水体就变成了一个不跟外界不通的一个这个死水的东西哈 所以整个这张图上哈 唯一还在的水体就是除了它之外 就是黄埔江了哈 这也是这个上海的河道演变上面留下来的这么一个痕迹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